今天我们来一些特别的 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全新的 Honda City RX 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是全球首发 City IMMT 的国家 最大的扭率达到了 253 Nm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特别的 让大家去看看抢先体验这个全新的 Game Changer 直摆的擦 Garnt 直摆的擦表 直摆的擦表 直摆 during the habe it coles 直摆完和把它烦揉 直摆的配合 直摆的擦表 先来看那套车头的设计 车头没有意外的采用了这个 LED 的头灯组 而且这个 LED 的头灯组啊 跟这个 Honda Accord 还有 Honda Civic 使用的 非常的类似 是一个反射式的 LED 头灯组 然后里面的这个细节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因为它是 RS 的版本 所以这个水箱护照采用了一个 Piano Brake 的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 RS 的名牌 至于在这个保险缸下面 有一个这个 非常运动化设计的这个雾灯座 再来就是看这个蓝色的 Logo 你应该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吗 它就代表的是 IMMB 或者是 EHEV 再来我们看这个挡风镜上面 它有一个这个传感器这个镜头 所以我们推测这个 Honda City RX 可能搭载 Honda Sensing 但是是不是完整版的 Honda Sensing 我们就暂时不知道啦 我们先看一下车侧 它延续了这个上一代 Honda City 的这个 非常独特的折线 让它的车侧看起来非常的特别 然后因为是 RS 的版本 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上面 是采用了钢琴黑的材质 另外根据之前 Honda Malaysia 公布的信息 这辆车是有 Honda Lane Washer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备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 旁边会有一辆 Motor 跑出来 这个功能非常的实用 再来这个轮圈的尺寸 是 1855 R16 再来这个车身的尺寸 因为这个泰国版本的 Honda City 还有印度版本的 Honda City 在车身的尺码 还有轴距上面不一样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City 是跟这个泰国版还是跟印度版 这个也是要等待 Honda Malaysia 官方公布 至于在这个尾部啊 同样也可以看到这个 很经典的这个鲨鱼系天线 然后 RS 的版本在这个尾部呢 还有一个钢琴黑的小尾翼 看起来运动感的这个氛围 营造的很成功 然后这边 除了这个 RS 的名牌以外 还有这个 EHEV 的字样 EHEV 是 Honda 全新一代的技术 目前这套技术 只是在这个日本版本的 Honda Fit 还有英国的 Honda Jazz 上面使用 而马来西亚是少数 拥有这个最新技术的国家 目前这个引擎的马力方面 我们还不是太清楚 但是扭力方面 根据 Honda 表示它达到了 253 Nm 这个 253 Nm 的扭力 基本上已经媲美了 2.5 公升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相信这台车的这个动力表现 应该会相当不错 再来后面的这个 logo 也是泛蓝色的 也同样的也是代表它是 IMMD 或者是 EHEV 的车型 然后在这个新一代的 Honda City 上面 这个尾灯是相当特别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尾灯采用了很大量的 LED 光条来做点缀 让它的这个立体感还有视觉效果都非常的棒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 Honda City 的车尾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 也让这个 B-Segment 车款的质感上了一层屋 再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 3D 尾灯 它这边做出了一些凸起的设计 而这个设计是为了这个空气力学而打造 这个空气力学可以帮助车身增加稳定性 增加加速表现还有降低它的油耗表现 最后的细节就是这个倒车摄像头 还有这个下方的这个空气力学 而且上面是有这个 Carbon Fiber 的设计 让这台车看起来更为的运动化 我相信这台车正式发布之后 应该可以吸引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这个运动化就是它最大的卖点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 2020 Honda City RS 的外观简短介绍 这台车的内饰暂时还没有办法公布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大家去看 而这款车未来也会在全马走透透 如果你对这款新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错过这个 Honda Malaysia 官方面子书公布的消息 它在哪里展出在官方的面子书上面都会有写哦 千万不要错过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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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y评似评程 五号